Om A RÁPÁSÁ NÁDÍ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金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数 则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发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将聚舍论当中 中共有八品 其中将第四品 分别一品 分别业相当重要 因此我是这样想的 虽然今天是我们将聚舍论 但是在背诵当中没有安排 聚舍论的全文背诵 这个没有安排 但我希望分别业品 这一品相当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人业因过的业的分类 业的这种差别和成熟方式 这些很多人都不懂 因此我们纪念聚舍论当中的背靠 只有这一品 这是我昨天重新安排的 以前我们教科当中都是没有安排 但是这一品的话呢 我一直这样认为我以前 在伊斯坚多堪布讲英国民进论的时候 我说过就是你把聚舍论里面的分别业品 就是给他们多细数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 就是有关这个业方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分析的不够 研究的不够 因此我们纪念聚舍论的五部大论当中的分别业品 也就是聚舍论当中呢 就是这一品呢 作为这个背诵 就是去跟我们这个五论班呢 就是可能就是纪念吧 在一年当中 我想是应该是 这个可以 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个聚舍论的背诵业品 然后呢就是 《入菩萨行论》的从那个六品到九品八品之间 还有呢就是中观四百论 就是这三部 这三个论背诵的话呢 就是那算是那个 就是已经这个 就是不错了 就是不错了 确实我们有些人背诵也是挺不错的 但有些人呢 前两天也是试镜的背了很长色箭 可能是《入菩萨行论》的话呢 前两三品的已经背完了 但其他真正要这个上场的时候呢 就是恐怕那个 这个没有能够参加 就是这也是实 希望你们不要失望 就是也非常感谢 只不过是你那个真正这个五品 全部要就线上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有点困难 但是呢 你可能只背了一品两品三品四品 就是这样的人呢 也比较多 前一来呢 我们那个 《入菩萨行论》的这个业品呢 就是我觉得也极为重要 就是我们那个好好的分析一下 下面就是将这个分别业品 分别业品分二 就是连续文和真实宣说 那么这个连结文的话呢 形形色色事件 事件结 结由众生也所生 那么这个是原来那个唐僧语当中的话呢 就是只有一句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别有也生 就是世间的各种差别呢 就是由业而参生的 就是好像记得有这样的 但这里呢就是为了那个词这个配合吧 就是这个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世间呢 就是全部是由这个众生的业里而参生的 这个呢 我们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就是凡是这个佛教的话呢 就是都承认是这个七世间和有情世间呢 全部是这个有这个业而参生的 我们这个入中论当中也是有神秘经的神秘经 诺经经的神秘经的神秘经的神秘经 那个心呢就是这个这个七世间和有情世间 种种的七世间和有情世间 全部由这个心而造的就是 所以呢 我们这个凡是佛教的话呢 就是外情世间和有情世间 全部是用自己的心造的 心呢就是这个心上面的各种这个细节和业 就以业来造的就是这个一定要这个承认 若问上述七世间是谁造的呢 并非是有这个谁造的 那么如果有些人问呢 就是那么上述的这个各种的七世间和有情世间 尤其是这个旧世间呢 是谁造的呢 就像我们入菩萨行动当中也讲了 就是因此呢就是甚至低约以上的所有的这些七世间呢 全部是这个终生的各自的业造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作为外道的话呢 就是有些说是那个无影而参生的 就深色外道的话呢 就是他们认为是无影而参生的 然后有些人呢就是大字在这个大字在天 就是有些外道认为是大字在天造的 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大凡天造的 还有呢有一种呃这个外道呢 就是说是这世间上呢 全部是有一个造物者 就是一种造物的生活他造的 有各种这个说法 但是这些说法呢 实际上是都是不究竟的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这个道理呢就是 比如说像中观四百轮啊 就如意暴赠轮啊 还有呢就是这个法界暴赠轮 法界暴赠轮里面有如意暴赠轮啊 还有那个呃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 这个如意暴赠轮当中也有一点就是 所以这些轮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宣说了 我在这里不用光说 平非是这造的 各种各样的苦乐与先例七情世界等 寻始是由一切众生的三不三业产生的 这是呃成上七下的连结文啊 就是这是那个呃我们整个这个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全部是众生的善业和恶业 这个众生呢共同塑造的业呢 最后这个这样这个形成的 那么真实宣说业呢就是分两个方面的 就是本业的本体和经中所所的业的名称啊 就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业的本体啊 就首先我们要我们经常说是 你们要好好的这个观无常法 就是观业因果 到底这个业和因果果是什么样呢 就业因果很多人都根本不懂 就是现在这个对因果的概念 事实上来讲是非常这个欠缺 那么这个业的本体是什么 他这里有个略锁和光锁 首先是这个略锁 略锁的话呢 呃比分四业四座业啊 就是四座业 而死业既是以止业 四座业为生与业 而彼等有表无表业 他这里这个就是那本松词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中的这个业的话呢 实际上是 就是他就分两个方面来这个分的 就是业的本体方面来捏锁的时候呢 分两个方面 本来这个业呢 他的这个功能方面的话呢 就是造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花园经》里面说是这个 业如画家造种种 业呢 就像这个画家一样的 就是画家一样的 就是造各种各样的 就是 呃 那么这个 呃 这个业呢 就是 所以从业的功能方面 当然这个分的话就是差别非常多的 但是业从他的本体方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业就是有一个四业和 然后这个四座业就是分这两个 所谓的这个四业呢 就是这个义的业 就是我们生与义当中是义之业 然后这个四座业呢 就是生和义这个所造的业 那么这个四座业和什么这个四业和四座业呢 他有这个有表丝和无表丝的分类 就是有表业和无表业的这个分类 既然说心心细细的世界皆有业 呃 皆有众生业所生 那么也有纪念呢 也有两种 即四业业四所业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那个业的话呢 就是他一般那个俱舍轮当中就是 归根基底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靠这个义 就是靠我们的这个信来造业的 就是信来造业的 但是从他的这个分类方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经常这样在生可以所造的一切这个 这个三业恶业就是这样讲的吧 那么这个也全部包括的话呢 就是这个生可以当中 那么生可以分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可以用两方面来讲的 就是一个是四业 四业呢就是与心事相应 这些人能启动对境 生与现行之信锁 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信锁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四业是什么呢 四业呢 这个以自己的意识这个相应 就是我们比如说 那个心里面就是生起信心的话呢 那么这个信心呢 就是以这个自己的意识这个相应了 就是 然后呢 就是通过这个信心呢 我对这个上司三宝面前做供养啊 故事啊等等 这些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 就是实际的这个信就是先去做 做根本的作用 然后呢 就是在他的驱动下呢 就开始造这个其他的这个三业 因此呢 就是先信都是这个信的一种信锁 因此 数业是一业 就是这个四业呢 就是它是数业这个一业 呃四作业是指的是生业 呃 生业与御业 就是那么刚才那个四作业啊 就这个四作业和四业呢 呃 非常这个重要 就是这个分类呢 大家应该清楚 什么叫做这个四作业呢 所谓的四作业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圣业和这个御业 因为是有四位引发的缘故 不管是我们那个 呃 这个这个下面我们还在讲业的分类的时候也说 比如说我这个信里面呢 就是呃就是在这个身体 身体这个杀虫 身体来这个杀虫的时候呢 我当时心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杀性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他这个真正的业的本体都是不具足的 为什么呢 我这个真正的这个四作业的话呢 首先是我这个心里呢 就是就发性就是发性 然发性以后呢 我就开始做就是做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我身体这个杀性的话呢 我故意杀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罪业 如果我这个无意当中造的话呢 因为我那个他不属于这个四作业就是四作业 然后这个预言也是这样的 预言我们这个说法的过程当中心里根本没有什么 但是呢好像那个说错了就是对上是这个比如说毁谤了 或者是三宝不恭敬的预言 课里面说出来了 可是我心里面根本没有这种东西的话呢 他不属于这个四作业当中 就是四作业当中 所以我们这个做三色也好 做这个恶色也好 全部在性在操作就是 心如果是真正有这个三性 或者是恶性的话呢 那么我的这个身体所引发 心所引发出来的身体的业和 心所引发出来的这个预言的业呢 就是全部是有罪业或者是有这个功德啊 就是有这个罪过和有功德 因此呢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心三这个 低到三心恶低到恶的这个道理也是 是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 今天我们这个讲半天就是 那个昨天我们对这个前信里面靠实的 希望你们大原本前信不要笑看啊 就是看这个我不认的话呢 大原本前信我特别害怕就是不懂的 但是你们很多人这个前信很考的 前信都没有什么的 今天我故意考了有几个看不看不的 有些的还是有点这个就是 当然这个要严满的解释的话呢 我们认识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基本的有些呢也有一些困难 因此你们私下的有些人的话呢 如果你们觉得是前行动的话呢 我随便照几个教证呢 照几个教证呢就是让你解释解释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希望你们不管是任何一个法 标准上谁都读得来 谁都读得来 但实际上你真正要领悟到 真正要从这个心里面呢 体会他的意思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这个困难的 因此文思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你学如菩萨行的 学前行呢 很多人都好像动的 这个人也是动了一个前行 其实动前行的话呢 就是真正这个沉破了 就是才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呢 真正这个百分之百十 我认为是这个谁都解释不来啊 就是百分之百十也都解释不来 百分之九十的话呢 那恐怕也有点困难 我想这些看不看不呢 百分之八十能解释的话呢 我的这个心满因素 但是呢 有时候就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前行没有什么不懂的 如果前行没有什么不懂的话呢 我把这个 不是我们这个下去 就是就前面的这个 这个第一句 就是让你真正解释一下 恐怕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 这个学习文思经论的时候呢 你们有些人呢 就是不要想要自己 什么都懂 就是实际上 你真正把这个 松车也好 僵硬也好 真正理会到他的意思的时候呢 非常这个困难的 说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 居士轮啊 就是居士轮 这个现在 今天盖了一点点 那个居士轮的稿子 然后有些地方的话呢 有些人理解啊 就是各方面是确实非常不错的 因为居士轮呢 本来不是很好懂的 但是有些人确实很认真 就是把那个 这个 我们僵义上面的所有的 这个 比如说介释的话呢 就远远远远地背下来了 就是特别这个 呃 应该我们就是 还是这个 就觉得是特别这个羡慕 就是非常了不起 但有些呢 就是这种可能背下来了 就是没有这个理解 也不知道 呃 这样的话呢 呃 我们这个 呃 还是这个 不管是任何论点呢 就是应该深入体会是很重要的 呃 复者的话呢 就认为是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很简单的话呢 就是真正这个简单的话呢 就是恐怕这个不懂 就是不太懂 因此他这里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事业和 这个思作业呢就是相当重要 呃 那么这个思作业呢 他这个身体的业和预言的业 啊 就是预言 因为有思维引法的缘故 就是那么身业和预言 就是并不是光是那个课图上 或者是身体所作的就是 他是有那个呃 就是一定是有这个思维就是引法的就是 就是居士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这个思维引法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词 若对此加以分析 则有优标分业和这个无标啊 就是无标也就是有两种啊 就是优标也 这个下面还有光说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不说不光说了 那么下面呢就是 是光说就是业之自行和业这个中法之差别 还有无标也之分类就是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业的自行呢 有标也和无标也就是分两个方面 然后有标也呢就是身有标也和预有标也分两个 首先呢就是讲这个身有标也 就是刚才那个 呃 他这里呢 就是对这些这个业呢就是有有标也和无标也 当然我们这个前面是有标四和无标四 就是标法当中的有标四和无标四呢 我想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就是他那个心里的这种这个动静呢 就是在这个身体和这个预言上面就是能标示出来 和不能标示出来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分的就是前面是这样来分的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呢 呃就是业呢就是也有一些有标也 有标也也有这个无标也 那么这个有标也的话呢 他也有这个三业和二业 然后这个无标也的话呢就是他也有这个三业和分业 首先呢 我们这个有标也当中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身业方面来分的啊 就是这个身业 身业呢就是这个是四座业 就是刚才那个四座业呢就是分的就是 然后那个四业呢就是他这里还没有分就是四座业还没有分 然后四座业的这个身业无标也呢就是他这样分的 从此当中这样讲的就是神有标也虚信状 就是神有标也虚信状 那么这个身体的这个有标也呢就是他们这个有标也呢就是 他们这个有标也呢就是他们这个有标也呢就是 他们这个有标也认为是 他是有这个信状信的 就是有一种这个信状 并非是这信他尽呢有为恰那毁灭过 他说是这样的这种这个 因为优世宗呢就是他认为是这种 这个他这里呢是这个独自不得这个论词的观点破的就是 这个下面我们讲吧就是 他说这并非是这信他过就是 他们这个独自不得的人呢就是认为是 一切万分不是以恰恰恰恰无常的就是 有些是无常的有些不是无常的 那么这个有标也的话呢 他比如说我的身体呢从这里就是前往到那里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种这个 这个有标也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坐着 我坐着的时候呢就是原来是坐着 然后起来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原来在这个地板上 然后现在已经起来了的话呢就是 那么这个从此处呢就是前往到这个壁处就是 这时候的过程当中的一种身体的不同这个 这个形状呢就是他认为是这样的 他认为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常有的东西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下面我们这个不用由不的观点来迫的时候呢 并非是指的是那个信他经呢就是是整个常有的 为什么是不是常有呢 有为刹那会灭过的 因为他是这个毕竟是有为法 既然有为法的话呢 他刹那刹那刹那是这个会灭的 因此你们这样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常有的优标也存在呢是不合理的 就是这样讲的 若无灭影不隐灭 就是当然这个宋词当中是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按照将义的这个意思就是 唐僧的那个一文呢也不是很明显的 若无如果没有灭影 就是若无灭影不隐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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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灭灭的影呢就是不应该灭 然后生意也称会灭者 他们认为是那个 依靠那个其他的这个灌带未来的影来这个会灭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如果没有这个灭影的话呢 那么这些法则是不应该这个灭了 不应该灭了 然后这个生意也称了这个会灭者了 就是生意也称了会灭者 这个我们下面就是这样一个时候呢 跟那个宋词一起结合起来的话 可能稍微好一点 不让你那个宋词上这个解释呢 可能你就不一定听得懂 还有呢就是 有不忠呢就是对有不忠的两个这个泰国 也就是说是称二所取 应该称为这个二种所取了 还有呢就是称就是无有了 就是有两种这个过失 下面我们从讲义上这个理解宋词可能好懂一点 既然必等有表无表也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圣之有表也呢 就是那么这里这个首先是这个圣之有表也 我们要这个了解这个圣之有表也 什么是圣之有表也呢 由不中称许说 身体之有表也的发向即使 有自己的心所所引发的一种形状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心状 心呢就是心所所引发的 但是心所所引发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形状 并且通过此形状自己的发行被他总了知 实相就是那么比如说是什么样呢 就是比如说心所啊 顶礼啊 杀身啊 当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耶稣生意 张义生意以外的身体呢 就是有形状 什么就是身体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称实的形状 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那个 他们这个游不中是这样认为的 他说是这个有表也呢 就是身体以外的有一种这个形状 身体以外的一种形状的话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科图 我在这个科大图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 他们认为这个科大图呢 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 有表色的这个散发 就是有表色的一种散发 因为那个你原来就是没有科大图 你现在这样做吧 然后其来科大图的话呢 实际上是 这是一种这个身体的 特殊的一种这个形状 特殊的一种形状 然后我如果用拉着道子来就是 杀这个牦牛 杀牦牛的话呢 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 也是实际上是一种有表业 有表业 但是这个动作呢 真正的这个动作是吗 还是这个动作意外有一个呢 他们有表中呢 就是认为是 这个真正的那个 我拿着道子的这个 什么说呢 就是拿着道子的这个行为呢 就是并不是有表的这个业 就是这不是有 这是有表色 就是有表色 那么他所谓的这个有表业在哪里呢 他们这个有心里面是毕与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森林呢 就是这个 这个气火就是 气那个蒙火 蒙火的话呢 那么这个火呢 就是已经遍于所有的这个 森林当中的每一个角落 就是每一个角落 当中都有这个燃烧在火 那么 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在柯达图的时候呢 就是我这个并表色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透明的东西 就是已经偏于整个森的人 当然我们眼睛看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这个看得出来 通过这个外表呢 就是可以 基本上是这个 知道他在那个 他在什么 就是他在那个刻图 就是他在信散 然后沙僧的话呢 就是也是同样的 就是他认为呢 就是他是一种这个 对这个身体的轻重呢 就是无利无害的 就是这个 他也不是这个有什么重量的 不然的话呢 优标色就是已经在我的身上的话呢 就是要特别特别重 就是可能 可能有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呢 就是他说是这个 属于在一种这个线色里面包括的 就是线色里面包括的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颜色 跟那个 这个 这个优标叶的颜色 就是是一地一地的话呢 就是他就说是没有必要这样 这个详细的观察 就是就是 就像你这个森林里面的火 和森林两个一地一地观察的话呢 当然有这个踏地的 但是呢 实际上是 他认为就是有一种 这样的这种东西存在 就是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优标叶 就是 它是优标色 这个优标色当中呢 就是存在一种这个透明的东西 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其他的有些讲义当中 你们知识好好地看一下 他知识里面呢 就是也有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 所以呢 他们这个认为呢 就是以自己的这个思想 也就是说自己的思维呢 就是引发出来的这种一种业 就是这种意义呢 就是实际是有表的就是 还是 拼不是是无表的就是 还是有表色的就是 这个呢 通过他的这个行为呢 别人呢 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在科大徒就是 心自散发 别人也看得出来 那么他自己呢 就是以身体的这个 这个形状呢就是 跟以前就是戒然不同的 有一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业就是 这叫做所谓的这个 有表业就是 别人通过他的这种 这个行为的动作呢 就是指导 指导他的 但是行为的动作呢 真正是他科大徒 就是和尚 和尚是不是有表业的话呢 就是他和尚呢 就是是身体就是 但是这个 通过和尚呢 就是里面有一种 这个有表业的这个形成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呢 他这里也就是讲了吧 就是新俗啊 撒僧当时和的 遗俗和张扬生意外 就是不同身体的一种 诚实形状就是 这是那个 他们就是认为是 比较这个光亮的 然后呢就是 这个随时都是这个存在的 就是当你在这个做三色 或者做二色的时候呢 就开始这个存在 这叫做是这个 这个 这个有时中呢 就是认为是 这是一种这个有表业 所以有表业的这个认识呢 就是大家好好的 还是考虑一下 如果没有考虑的话 你光是提一堂课 可能有点点困难的 就是 尤其是这个晚上 大瞌睡的时候呢 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 就是说 有表业 无表业 好像在某种 就是有时候 有些道理还是 有时候还是很可爱的 对自肚子部的这个论识呢 就是这样人类的 就是因为肚子部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虽然他是那个身份四八度当中 但是他呢 就是不承认那个 释迦牟尼佛的四法语 比如说这个诸心无常 诸法无我 这些呢就是他不太承认 就是他只是那个皈依 就是皈依这个释迦牟尼佛 但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 这个万法无我的这个道理的话呢 他也不承认 他认为是有不克思义的菩提结乐存在 就是他这样认为的 然后那个 他说是诸心无常的话呢 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 出大的法呢 就是虽然有这个无常感 但是呢 有些细维的这个法呢 就是还是不会有无常的 就是 一切万法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常有的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认为是肚子部 是不是这个佛教 就是应该跟外道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 以前门方仁波切的 那个《中观众王论》当中 也有这个说明的 然后那个《中观众王论》的 有些注视当中 也有这个肚子部呢 应该说是 《生文报复》当中 就是他是这个佛教的一部 但是呢 他这个不承认这个四法语 所以承认四法语 不一定是全部是佛教 就是不承认四法语的 有些佛教徒呢 还是是存在的 就是 所以门方仁波切 在《中观众王论》当中呢 这个话是比较说的 比较清楚 那么《中观众王论》 他有他的一种特殊的观念 他的这个优标业的这个人世呢 就是是这样的 身体擦拉不灭 就是他说这个身体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一擦拉一擦拉灭的 他认为呢 因为身体这个形成以后呢 就是要住很长时间 比如说我人这个 后来二十岁或者四十岁的话呢 那么这个身体呢 一直这个 住这个四十岁 然后四十岁 最后呢 就是身体用这个 用这个火烧了 就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灭了 这个之前这个擦拉擦拉的 就是他是不是灭的 就是他擦拉擦拉是变的 就是他是这样的 就像现在有些文有主义这个说法 说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说是身体呢 就是不是这个擦拉而灭 然后前往其他对境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个身体的这种这个优标业 就是这个知道吧 比如说我刚才坐在这里 然后呢 就是我刚才坐在这里的时候 我起来马上磕大头的话呢 那么原来坐在这里 然后身体呢 就前往变的地方 就是磕大头的话呢 就是他就造这个三叶了 就是这就是优标业 然后我刚才坐在这里 我拉着刀子 马上去扫他 就是就是 那么我的身体就是坐在这里 从那边去的话呢 那这个造这个恶业的这个优标业 就是他们是这样这个人为的 就是 翻驳他就是这样说的 优标业并不是是身体擦拉这个 不灭而现前其他的 这种你们说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你们说是身体是不灭就是 然后前往别处的时候呢 是优标业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 不合理的就是 就是前往这个他处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这么说不合理呢 因为一切优标法是均神刹那性的 就是一切优标法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刹那性的 既然是刹那性的话呢 那么成立的时候就是毁灭的 就是一切优标法呢 就是这个刹那性的就是 然后这个 既然这个刹那性呢 什么这个 自己成立即是呢 就是毁灭过 就是既然是刹那的话呢 就是 那么当他这个成立的时候呢 原来的这种问题呢 就是一定是这个毁灭的 这是独自不业 是不得不承认的 如果你这个原来的这种 这个成立的这个刹那 永远不变的话呢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在中国状怜里面有一种推理 比如说是 一岁的这个身体 和那个99岁的这个 这个人的身体是不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的话呢 那么99岁的时候 还要过99年了 就是有这种过失 就是说 这个刹那呢 就是说应该是这个 当下就毁灭的原故 如果对方说 这一点不成立 因为毁灭灌待未来的意义 就是 如果对方这个独自不阿 他们这个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这个刚才你看那个 前面解释的 并非只是信他进 尤为刹那 毁灭过 这个是这句话解释的 就是说你们那个 宋词解释的上 一定要看清楚 就是他们肚子不得观念 就是我们这个破的 就是我们说 你们这个所说的 并非是信到这个别的地方去 这个有没有欲业呢 就是存在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这个身体呢 就是刹那性的 既然是刹那性的话呢 那肯定是毁灭的 因此你们说 身体是常有的 身体这个 诸法无心的 这个道理不成立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个 就是 就是 由这个 确凿的依据呢 就是已经破了这个 肚子波的所有的这个观点 就是 这是一个 然后如果他们就是 下面是我们第二句 就是要介绍 如果对方说是 这一点不成立 什么不成立呢 他们如果对方说是 不成立啊 一切发生一刹那性 马上毁灭是不成立啊 为什么不成立呢 因为灭发灌在未来之影 就是他说说 一个发呢就是 是长期的是不灭的 要是这个灭的话呢 一定要灌在这个 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印 就是未来的一些印 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呢 就是仰这个灰灭的话呢 他认为是一刹那一刹那 是不会灭的 但是呢 有一个贴锤来 就是这个大摧毁 摧毁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时候 他的一剂灭已经来了 就灭已经来了 那个之前的话呢就是 他认为是一直存在的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种说法呢 就是也是不合理的 下面我们就开始破他的观点 如果不存在其他的这个灭影呢 那任何释法呢 就是都不可能毁灭了 就是说你们有这种过程 就是肚子波呢 就是如果这个 他自己的本体 是一刹那一刹那不灭的话呢 那么任何法 任何法的话呢 都不会这个灭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释法毁灭 灌待未来之影的缘故啊 就是这个 你们不是说是这个 要灌待这个未来的影吗 灌待未来的影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 所有的这个法呢 就是不一定是受到未来的这个影 就是比如说我们 任何一个东西放在这里的话呢 那么逐渐逐渐 它自然毁灭的呢 它就必须要承认是不可能存在 就是自然毁灭是不可能存在 那这样的话呢 任何一个灭亡的法呢 就是全部只要灌待 其他的法来毁灭的话呢 那这是这个不可显示的缘故 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 那么讲 这个瓷瓶燃为红色的祸眼 也称了瓷瓶的灭灭之 就是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个说法的话呢 祸眼就是本来是瓷瓶变成这个灭灭 但是按照你们的这种说法的话呢 它也应该变成了这个灭灭的影啊 就是应该这个灭灭之 但实际上呢 就是并不是这样的 可是它不但就是没有灭灭瓶的红色 反而使它更为这个显得显厌 就是显得显厌 意思就是说呢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瓷瓶呢 就是用这个火焰燃烧这个瓷瓶 然后这个瓷瓶的话呢 就是应该用这个火当中烧的 但是如果你们这个说法的话 其它是这个未来的灭灭的话呢 就是其它是用这个灭灭的影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瓷瓶呢 就是灭灭的影都已经成了火焰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是灭灭其它法的缘故 就是无法的影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讲 但是你们不能如此承认 刚才那个火焰就是灭灭灭的影 你们不能这样称 一影产生二果相矛盾之果 那么一个影 比如说像火焰的话呢 那么产生两种是矛盾的缘故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 它是灭灭这个瓷瓶的影 一方面呢就是 让这个瓷瓶就是显得更加显眼 就是 那么这两种呢就是 对一个法来讲是冒得的责故 情部中说 如此一来 身体 所以掌心也就称了两个不同更实的缘故 他这里说 如此一来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是身体的一种现实 就是身体的一种现实 心事就是 他这里讲的那个现实 心事当中 那么 情部中这样说的 如此一来 身体的这个 这个 掌心也就称了两个不同更实的这个 如果你们这样承认的话 刚才那个 身体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形状啊 不同的这个形状 如果是真正的这个优表业 如果是优表业的话呢 那么这个身体的掌心就是 身体的掌心呢 就是两个不同的更实的这个所取进了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依靠严根呢 就是见到他 就是比如说这个身体的这个 就是 比如说这个身体的这个 这个树啊 脚啊 就是这些的话呢 用这个严根呢 就是要看到他 然后那个用这个身体呢 就是戒毒他 就是戒毒他的缘故 如果你们不能如实承认 但是实际上 就是但是你们不能如实承认 但你们呢就是 如果这样承认呢 也不合理的 原因是一个对境 参生严根尤其是相位的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比如说他色法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产生那个严实 就是不可能要这个 这个生身那个 就是身体的这个所处 这是我们前面讲第一品的时候呢 也是知道的 他的这个触不通吧 就是他触不通的话呢 他如果是严实的话呢 就是那么一定要就是产生那个严实 就是不可能就是产生我们的这个圣实 但是如果是你真正这个有一种这个性色呢 就是除了就是产生那个严实以外 就是那么我们这个书这个末的时候呢 就是也应该有这个长方形的动性 然眼睛看见的时候呢 也长方形的动性 那么就是一个法就产生两个根尸了 但是一个法产生两个根尸呢 就根本不可能的 这个优表叶呢 就是不可能变成这个 两个根尸的产生的因就是 所以呢就是这是相位的 实际上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 金部宗呢就是他自己的真正的这个自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优表叶并不是室有的 你们这个优部宗承认那样这个室有的这种法 就是也是这个色法存在的话呢 就是这是不合理的 那么这个金部宗呢就是承认是他是有一种这个业 就是依靠身辟而参生的业 依靠这个预言而参生的业是承认的 但是这个呢 并不是眼睛看见的一种这个色法存在 色法这个存在 因此他说呢是这个优表叶不是室有的 如果他是室有的话呢那就必须是具有积居微称的性状以法 就是一定要这个这个微称这个积居的 因为刚才那个色法呢一定是这个现色或者性色当中的 那现色性色呢就是你必须是 它是这个微称积居的法 就微称积居 微称积居的话呢或者是用眼睛看到的这个对境 或者是用这个我们身体能借助的对境 就是必须要变成这样的 在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所谓的优表叶的话呢 那么这个色法性强的呢就是是不合理的 但是呢还是这个无事有的一种这个优表叶 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 这是这个微称积一僧呢都是这样承认的 他这个他是这个 那么这样的这个微称积居呢就是不可能进入 但他不具有 因为他是无分之法就是 我们这个没办法这个用分的就是 所以呢这个自私当中也说了 就是说是什么那个叶呢就是如果承认是这个无称法的话呢 这是不是佛教徒的说法 就是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吧 所谓的叶呢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性上面安立的 并不是眼睛所看见的这个 像有部众人为的那样的这个 这个心像或者是这个有一种无体上面就是安立的 如果无体上面安立的话呢 那么这个叶呢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看见的对境呢 数那个借助的对境呢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叶呢就是不是这个性造的了 就是有这个过失 所以自私当中呢也已经说了 就是凡是承认这个叶呢 就是承认为是这个无称法的话呢 就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跟随者 就是非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跟随者 有这种说法 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这个有部宗的观点呢 就是在这个不管是都自部 还是这个其他的有部宗的观点不太合理 在这里呢这个金部宗的观点呢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为师中观呢 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参认的就是 这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佛教徒呢 就这样的这种案例呢就是应该承认的 因此我们以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叶呢 就是到底它是什么样的这个性质 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把它这个 就像由不宗的观点那样呢 这个承认是有的话呢 就这也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你没有这个加益分析的话呢 这也不合理的 因此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能那个这个叶赢过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个叶的这种关系上面呢 还是有点坏 密茫 到底这个造叶的话呢 就是这个叶呢就怎么样这个形成的 这个问题呢 对每一个学习人来讲是 还是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 这次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 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来一点点 对我们下来点灾 我们下来点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